因为对流云系旺盛时的南部地区啊 这几天都连续下起了大雨 狂风暴雨还伴随着打雷闪电 也因此呢 让一群正准备放学回家的学生都看傻了眼 而封面难移 雨是现在稍缓 不过带来的这个气的水气呢 还让温度骤降 淡水呢 在昨天最低温就走16.5度 而预计在清明节的三天连续假期 气温会双朗舒适 诶这是谁啊 下午4点高雄残旅大学的学生准备回家的时候 却被突如其来的雨室给困住 大雨伴随着强风还不断地打雷 就算站在教室的走廊 还是被雨淋得全身都湿透 受到对流云系的影响 连续两天南部地区下起了大雨 全台也是阴雨绵绵 同时因为封面南下导致气温骤降 北部的民众感受更加明显 清晨在淡水地区只有16.5度 由于封面云带稍微向南移动 所以各地雨是比较缓和 气象局也解除了大雨特曝 我提醒大家今天的温度会比较凉 受到封面的影响玉山也再次飘雪 而这种阴雨不断 同时还略为寒冷的天气 恐怕要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 才有机会放晴 星期五到连续假期这段时间 降雨的情况比较 只有在东南部地区机会比较高一些 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是稳定的 不过温度比较凉 尤其日夜温差在中南部地区很大 清明节连续三天的假期 虽然温度都会稍微偏低 不过都是属于干冷的天气 太阳也会在这三天露脸 想要趁机出游的民众 可要好好把握